2009年 马来西亚首相Najib提出了一个叫One Malaysia的口号 也就是不分你我 只有一个马来西亚的意思 由于口号本身朗朗上口又好记 所以很快的便渲染到马来西亚各个角落 很多商家响应口号 很多人支持也很多人讨论 但对马来西亚非土著而言 或许比较难体会口号背后的意义 所以反应也相对比较冷淡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要当电影导演 身为非土著的我 对One Malaysia有很多感触 于是有了创作的灵感 2010年初 我决定要拍一部关于One Malaysia的电影 Sato Malaysia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东西 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东西 这个是我写的一个故事剧本 然后我想要把这个故事拍成一部电影 去年的时候 我们政府拨款两亿马币 是要给推广马来西亚电影 我在这个记者会结束后的几天内 我就会去到马来西亚电影发展局 也就是Finas去申请 可是我旁边的Firm Market的朋友 就是我的电影界的朋友 全部都叫我不要去 因为他们讲华人是拿不到这笔钱的 这个钱是给马来西亚人拿的 是华文电影是拿不到这笔钱 他们叫我不要做白痴梦 可是我不相信 去Finas的时候 我会把整个过程拍下来 我要让全马来西亚人看到 我到底申不申请得到这笔钱 希望政府不要让华人失望 不要让Sato Malaysia只是一个口号而已 希望政府支持我 谢谢 我大费周章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所以目的是要向全国的人民证明一件事情 就是身为非土著的我是否能够争取到政府的电影拨款呢 因为我觉得在拍摄玩马来西亚电影前 我要先证明玩马来西亚是不是真的 政府会不会一视同仁的对待每个来申请拨款的族群呢 记者招待会后一个礼拜还不到 我就把我所有翻译好的资料还有剧本 带到Finas去 感觉好像很刺激这样 我来到这边我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这边所有的海报都是马来电影的海报 我看这边是凶多吉少了怎么办呢 第一次果然出师不利 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准备齐全 他们说单单我拿那个剧本给他们翻译是不够的 还有一些资料啊还有他给我一个传单这样 鼓励马来西亚人多拍短片 所以希望我回去填了然后再来看会讲吧 一个礼拜后我准备了很多资料 差不多连祖宗十八代的名册都准备好了 浩浩荡荡的又再度回到了Finas 其实Finas这个位置很简单 它就在Zunegara的戈壁而已 这边是Zunegara 那这边就是Finas 就这么简单 结果在我进去的时候 发现电视台也来采访 我很开心自己所做的一切受到了关注 但也抵挡不了随之而来的压力 本来以为只是进去交表哥和资料而已 没有想到不幸的事情果然又发生了 现在又要再等一位 我们来交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 结果才发现原来那个表哥换了 程序也换了 他们要双手就换表哥 然后我们就这样做白工 因为还要等多两个礼拜才有答案 不过不要紧啦 如果是以好的方面来想 他把那个表哥弄到简单 可以帮到更多人 我一出大门口就被记者抓来访问 虽然心情不是很好 但受访之余 我也不忘宣扬One Malaysia的精神 因为之前有听说是 可能还要60%或70%的马来语 才有可能申请到 那你这次的申请过程当中 你遇到这样的一种条件的要求 不管你讲什么语言 只要你拿的是马来西亚的护照 跟马来西亚的IC 你就是马来西亚人 这才是杀度没限 所以政府不可能 不要给我拍华语的电影 因为华人在马来西亚 贡献也是很大 所以政府应该会看到的 透过媒体的力量 我要拍电影的事情 传到了文化艺术副部长 王塞兹那里 他说他想要见我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我只是傻傻的跟人家 借了一套西装去见他 王副部长找了Finas的负责人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创意基金单位的负责人过来 跟我一起开会 他坦言说 Finas的拨款必须要超过60%马来文电影才能够申请到 所以要我自动放弃 另外他告诉我 政府有另外一笔叫做创意基金的拨款 要我去申请 因为那个没有语言的限制 我听了很失望 因为之前我所做的等于白费了 仿佛一切归零 会议结束后 我被叫到另外一间会议厅 里面都是记者 原来是副部长安排了记者招待会 整个记者招待会过程中 我完全没有讲话 单单王副部长一个人 就发表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演说 我的感想是 其实你在马来西亚要拍一部中文电影是很难的 还要查这样多底 还要研究这样多事情 连部长都出来了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 我带着失落的心情离开了文化艺术部 我难过的不是一切要重新来过 而是原来Finas不拨款给大马中文电影这件事情 是真的 身为一个马来西亚非土族 我也只能奢望 创意基金能够给我最后一点点施舍 副部长果然厉害 几天后我又再度光临文化艺术部 因为我被通知来到这里 和创意基金的负责单位开会 我本来带着很兴奋的心情去的 可是他们却让我足足空等了五个小时 我上了五次厕所 吃了两餐 睡了两轮过后 才终于被叫到 到我们了 走走走 我们花了15分钟 跟他们解释我们的故事 和所要表达的玩马来西亚精神 可是我们却听到 他这样子跟我们讲话 又过了几个礼拜 文化艺术副部长王赛之 召开了一场中文电影大会 邀请了很多大马中文导演和电影人到Finas去 目的是要讨论解决中文电影在马来西亚的困境 我当时也受邀了 但始料未及的是 王副部长在这场大会结束后不到一个礼拜 就被政府的大调职行动调走了 他不再属于文化艺术部 所有关于中文电影的事情 包括我申请的创意基金拍电影的事情 当然也就随着石沉大海 后来我自己有不断的去追问基金的消息 也跑了好几趟 但相关单位却一再的拖延 就这样五个月过去了 2010年10月份 我终于收到了创意基金单位指定贷款银行 BSN的来信 信的内容是要通知我 他们决定不给我这笔贷款 但原因不明 所以我决定要到BSN去问个清楚 不要拍了 做什么 不要拍了啦 其实刚才BSN并没有给我很具体的答复 他们只是冷冷的对我说 上面说不给 到底上面是谁 让我很困惑 所以我决定要打给前文化艺术副部长 王赛芝就问个究竟 可是我再也联络不上他了 为了拍电影的事情 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四处奔走 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我心里有无数个失望 马来西亚独立53年了 难道非要我像大家一样 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却保持沉默 来息事宁人吗 不可以了 我没有路走 我没有办法了 我要见首相 我要见首相 我始终选择相信 首相的One Malaysia原则 但我已经无路可走 我要见首相 无论用什么方法 我要见首相 我们承认 这件事 到此 开始 我们承认 牵着 我们承认